大家好! 政治揭露! 喂!大家好! 我錄一個片 星期二晚的6月22日 晚上 喂!大家好! 首先要跟大家講Sorry 這大半年來 我答應了 每天一部片 早晚都有片,但是终于脱稿了 这次脱稿,原本大家都预我挨,苹果出事有大新闻 想着我有片,谁知道我就说没有 待会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断片的问题 然后大家都知道,苹果新闻的资料不断有一些新的发展 原本是讲迟些的,星期五去开会,26日可能是最后一天出版 谁知道越来越多新的新闻爆出来,譬如说 昨晚苹果栋新闻是最后一次见面 今天收到消息就是很多版面,关于苹果的都停止运作 其实估计,有可能明早是最后一天出报纸,看看什么结果 当然牵涉很多问题了,譬如说那些员工是否被苹果的无粮雇主去欺骗呢 这些是很值得讨论的 平时原来苹果的内容已经是诈骗,对自己的员工也是诈骗 原来那些汉奸真是全无道德 稍后再说,另一位呢,有一个人物也提一提吧 譬如说,这个叫周嘉诚,他是47人里面其中一位 之前已经处理过他那些保释的申请了 本来是不批的,突然间又批的 那现在是不是,现在怀疑他是不是捉了灰 所以才可以得到保释呢? 我现在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原本是质疑这位周嘉诚呢 如果被他保释的话,他一定会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但现在发现他没有可能再危害国家安全 那为什么会这么老定呢? 应该... 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多数都是毒的了 OK,我们先进正题以后 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寿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铃铃 也请你们每天的12点和8点看看有什么片出 那我也说了一点 那就是... 黑超找我去做... 这个什么庆祝回归的事情 或者庆祝共产党立党100周年的一些... 一些拍摄的活动 那我不知道主网单位,我也不知道去搞什么 总之约在李渔门那里见 发现很多的朋友和义工在那里 无端端就变成了网聚 那整群人就上了一艘船 那其实原来主网单位是工联会来的 那接着呢,就可能有一些拍摄工作 那大家... 有些网友... 就免费去游船河 那一艘船就在... 这个李渔门就... 在海里面骂骂骂骂骂 有一些拍摄工作等等 那我真的猜不到要有这么多东西搞 我拍完都差不多六点半 那我唯有就... 等黑超... 个个个说晚上要吃饭 我说吃饭前啦 那我在你的车里录片啦 錄完片就希望紧紧上啦 那... 那黑超就叫我 喂... 一套片啦 不要你又开手机 我又开手机去录啦 那他在个停车场里呢 黑迷蚊那样 算了,你一部手机都录完了 那怎么知道他一部手机录完了 去到... 酒楼里就... 没有WiFi 那些东西都死了 那就是这样了 所以最后呢,我脱了 真是不好意思先 那你怪黑超啦 哈哈哈 我和黑超呢 那一部片呢 应该是周五晚上出的 OK 也不会这么快就扔出来啦 反正都... 没办法啦 好,那我们就入正题啦 那就去说回啦 就是说了 不好意思的啦 不要再骂我 那... 苹果那件事 其实呢 变化是快到吓死你的 最初就说真的要... 周五是死线 可能周六才出的嘛 可能周六才出的嘛 但现在已经说到 其实... 随时死的啦 可能周三就死了啦 周三出不出到最后呢 即是明早有没有苹果报呢 可能没有的啦 那... 昨晚 急转直下啦 是不是 那... 就算呢 我呢 准时做政治揭露 昨晚呢 都看不到这单新闻 他就说 《洞新闻》 那个新闻报道里面呢 昨晚九点半就已经说了 最后一晚的啦 收皮啦 变化很快 接着呢 英文版 在今天宣布呢 就停止更新 英文版 停止更新之外呢 另外啦 这个的... 呃... 财... 财... 财经网上版啊 副行啊 果纸啊 全部都停了 那... 即是呢 苹果呢 现在的情况呢 可以说是急转直下的啦 即是看看明早是不是真的收拾啦 明早不收拾 都是拖不了多少天的啦 那... 那当然啦 整件事 影响很严重啦 那... 当然就包括了 员工啦 还有股民啦 现在在股民那方面都说 喂... 很严重啦 那我拿着份大公报的封面呢 即是A1呢 就说 喂... 如果你拿了苹果日报 即是一传媒的股票呢 那看来就变硬废子啦 那当真那句呀 我觉得做人呢 你炒股票呢 你也是需要呢 有些道德的 香港为什么这么乱呢 就是你们去呢 趁去... 去加入炒起苹果日报 跟着苹果日报呢 就拿到些钱啦 是不是 即是你们资座黑暴呢 你们作为小股民呢 是活該死的 梁振英呢 我就知道他押了好像千多二千股 那里 你也知道的啦 现在都是... 一、二千股而已 那你说二千股都是... 几百鸡 那梁振英就是拿着几百鸡呢 叫做呢 挂名是... 就是... 就是拿着这么少股呢 都是小股东 可以以小股公身份呢 玩你苹果日报 他就这样的目的啦 但如果你是普通人 你买一堆苹果日报 买完你想去卖上 现在变废子呢 死有余辜 我只可以说 即是我觉得呢 香港真的进入了光明的 那就是知道呢 现在呢 越玩越大惡的啦 那另一个报道里面呢 指呢 有一些的... 至少有一家的往来银行呢 是会凍结苹果的户口的 OK 所以呢 变化是十分之大啦 就是现在的形势呢 是大件的 因为... 没有的 是真的开始 苹果日报真的 是树倒湖酸散 真的... 发展到这个地步 那... 其实又活该死的啊 你们做股东 为什么要... 要支持这份东西呢 就是... 我那个梁振英 你去玩 他是大人物 挂个名来去搞一下 你苹果日报 有什么奇怪的呢 对不对 但是... 无论如何都好了 就是... 员工更加惨 这个是事实 现在知道呢 就是员工那边呢 就... 因为呢 张建虹呢 和这个... 现在这位呢 就是他们 已经挪毁江呢 就说到他们 很多钱 所以员工要抵下去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些人就在那里说了 苹果一成呢 就真的双目失明了 又说有五亿 对不对 说到这么大 很多钱 可以挨很久 现在握都没有了 其实凍结了你一千八百万而已 对不对 就是很明显呢 就是如果不冻结他一千八百万 可能呢 六六六六六呢 就可能... 人家可能那些黑钱呢 可能日日数以百万计 那样折过来呢 那他可以长期挨下去的 但是呢 一次过没了一千八百万 他没得转下去呢 他现在立刻就死了 就是证明他那个... 那个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那很多员工心里面就是说 他是大公报的访问 都说炒大获的了 那当然啦 现在呢 就可以说 如果你做的时间不是很长的 不够五年的 那些人就纷纷辞职的了 你越早辞职呢 越早就拿到一些赔偿的钱 如果你越迟呢 就越没有了 但是现在苹果一报就剩下一些人 他做超过五年 他会有长期服务金的嘛 如果你自愿离职的话呢 可能很多长期服务金的计算上面呢 应该就有问题的了 那这些我都说一句了 这帮人 你做就违约 苹果日报做假新闻 害我们 现在呢 苹果日报呢 又去骗你们去捋 现在骗到尾了 一栋结完资产呢 你们就乱乱乱 没办法了 知道死了 那就走 走 我想都给不足钱了 现在就说了 要搞破欠基金啊 就是说呢 那苹果日报可能day one就是 就是对那些破欠基金呢 就是打 打主意的了 拖得就拖 是不是 那些高层就继续有钱打官司的 其实呢 你依附在汉奸 最后汉奸 都是出卖的 现在你苹果日报那些人呢 那些职员啊 辞了职呢 他说想找工呢 其实不容易的 真的 哎 有时候我觉得呢 你们这班 员工呢 都是抵死的 当然 立场新闻就问 喂 你 林郑你逼死了八百人失业啊 但如果那个传媒 他犯国安法 而被冻结资金 那这个责任是政府的啊 还是在黎智英身上呢 立场新闻写到好像林郑很大责任 就是林郑呢 我想在这件事里面呢 我想这个角色不是很重的 邓炳强按照国安法就做事 林郑当然是痴光环啦 但是 你立场新闻或者你的苹果日报记者 你说喂 你逼到八百人失业了 那 谁逼到你们这八百人失业啊 你们 我报社不发放假消息 不去犯国安法 不去去勾结外国势力 那你这件事就不会去执了 你犯法就要被人逮捕 被人冻结资产的啦 是不是啊 你们去发放假消息和卖毒品有什么分别啊 那你搞个邪教不是和卖毒品啊 差不多而已 你被人去杀停你们这些邪恶运作 那些毒品 那些毒品 那些资产都被人冻结的啦 是不是啊 所以呢 用这些资产的公民呢 都给人家 erklärt到 都还没听喔 这些还都会冻结资产 你说的 你可以还没有解决结这个 Bagus 罵就罵够了 不过其实我看到 有位人物 吴秋筆 他说香港不止《苹果》是扑街的 《苹果》以外 还有四个传媒是扑街的 他点名香港01立场 有线和一百毛 即是说姓郑可嘉人究竟有没有 处理有线呢? 我觉得也有点质疑 是不是姓郑可嘉人 他操控的有线 为什么仍然是一个反中乱港组织呢? 我有点有趣 这方面 我希望郑家淳家族 他如果是 与中国共产党敌对 所以用他的资源 养一个反共传媒的话 郑家淳家族 即是新世界这个集团 将来有什么结果呢? 周大福将来有什么结果呢? 我放长省眼看看 OK,但不说那么多了 这个吴秋筆 说有线新闻有问题 一百毛啊 立场新闻大家不都知道不需要说 但吴秋筆是数了 吴秋筆首先以香港零一为例 指其将 报道将国家 衛港政策及 撤措施 与港区国家法及完善选举制度 对入起来 所带的 情绪在于前者作为 弥补后者的缺失 后者是公职,不是缺失 但香港零一就说是缺失 然后把前者作于书无补的小恩小惠 一起否定 吴秋筆就认为了 香港零一内心是抵触中央 即是吴秋筆点出于品海 反中乱港 这个不是我何志光 但方面指控 香港零一是黄 但是一个反中乱港的于品海 零一 突然间在这里说 林郑是鸦片战争以来 香港最好的领导人 就是quotation 从一个亲美的菲律宾外长 即是香港零一 原来是捧林郑做特首的 想去做连任 清不清楚啊 原来现在支持林郑那些势力 那些陈正心 长期勾结黄丝在那里 扮对打做戏 是不是啊 2015年反大妈 就看到陈正心 和本文前做戏 原来陈正心去支持 林郑要连任 原来 香港零一这些黄丝都支持的 是不是啊 那些支持林郑的势力 好像汤家华那样 以前是黄的 他现在说的东西都古灵精怪 要特赦 李大被捕那些混蛋 原来香港零一 真的是黄的 但是黄的去支持林郑连任 说他开浮以来最好的领导人 所以他升劉利群职是好的 对的 劉利群救黄的嘛 他救黄的嘛 劉利群 是不是 班长给盧伟聪 是对的 拆了烂的立法会 放些人走 是不是 所以 盧伟聪应该拿金子经勋章 是不是 看 香港零一呢 是黄色的 是不抽不讲 那些黄丝原来呢 怕梁振英连任去做特首呢 已经由骂林郑变成原谅林郑了 哦 OK 明白了 明白了 不是我屈 香港零一啊 我讲的事实给大家听啊 知不知道啊 之前骂 陷家产抗保抢啊 法门署 法门署的处长啊 那抗保抢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呢 唐英杰明天审了 接着呢 那个联合国的陷家产 不知道什么人权专员 就说 哎呀 要审了 他都知道了 接着就说 哎呀 香港的这些 审国安法呢 就是人权的灾难了 巴勒斯坦那些啊 有人死了啊 被以色列当打着 一个个飞弹去炸 那些袈裟的人死了啊 不断被以色列人屠杀呢 他不说的 对不对 法门署 是批了 犯了国安法的刘伟聪 在保释期内呢 做唐英杰的辩护律师 即是唐英杰和刘伟聪呢 两个人呢 都是在比赛中 谁呢 是最快成为罪犯 如果刘伟聪突然间加快速度 成为了国安法的罪犯 那他就没有资格再代表 代表唐英杰了 对不对 那后来唐英杰可能 可能最后都是判了错了 那刘伟聪就可以继续赚钱了 问题是 一个犯国安法的人 为什么可以做 为什么可以 法门批他 去做一个政府资助的辩护律师呢 法门是不是资助黑暴的呢 法门如果处长是这样的 你林郑 为什么可以容许你下面有这样的人呢 我真的 难以自处 难以说 昨天应该说的 我觉得香港很离谱 真的很离谱 很离谱 很离谱 当然了 我们以前认识很多人的 譬如说 举例 有一个人物 我最后也要拿时间来说一下 吴明德 我在花生台认识他 这个就是吴明德 他看到苹果日报 撤了 他就出真样拿着找苹果日报 就拍张照 放在长跑长有那里 一个群组那里 他就说 哎呀香港呢 没理由封报纸 封报纸呢 就犯了天条了 所以呢 他就有一个抗争精神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花生台呢 一个濫交的电视 的一个 香港的 一个网台啦 花生台里面呢 主要的控制人 是陶军恒 那 吴明德呢 就是他的partner 就是他的股东啦 那 花生台这个呢 是长期散播反中乱港的 就是 其实 去到此时此刻 香港 发生了这么多暴乱 苹果日报 撤呢 就是我们去喝苹果汁 苹果日报撤呢 我们会觉得 是很应该的 因为这份报纸 是在煽动着 我们香港一些 蠢的人 去搞暴乱 吴明德 那混蛋呢 就露真样出来 就说 啊 我觉得很不值啦 因为这些暴乱势力呢 被你中共 殲滅啦 所以他要露全相 站出来 就说 啊 现在我 是 高调 撑黑暴 你记不记得 2019年的时候 那些爱国爱港的人 那些 好像何志光这种 在网台里面 大声骂你们这群混蛋的人 我们出街一定戴口罩 一定戴帽 一定戴帽 一定戴太阳眼镜 是不是 你们凶的时候 你喜欢就看到那些 跟你不同意见的人 可以打到他混蛋 是不是 打到他全面血 是不是 见警察 可以挑衅 X他老母就行 又没欲警罪 现在到你们失势 你就说到义愤填英 觉得你们是 你们很不公道 你记不记得 两年前 你们怎么欺負 那些正常的香港人 今天 《苹果日报》 为什么 你又觉得这么义愤填英 我特意用时间赶紧你啊 让国安公署记得你啊 我和你的命运 为什么不同 2017年 年初 你们这些混蛋 踢我走 因为我是反对 梁天琪搞暴动的 你们全部说要转态 同情梁天琪 所以你们找些理由 说我离开黄尸的阵营 因为我不会 我反对共产党 我都是用一个和平理性 我反对暴动 我反对旺角暴动 那你花生台说我走嘛 我多谢你把我走的 当时 你不说我走呢 我不会和黄色势力的关系 拉远了 接着有些网友给我看 六四真相 咦? 又被我看得浮眼了 接着真的 找着找着 一件件解放军的尸体 在这里 当然也有你们暴徒死了的尸体 接着我知道 原来六四 是你们这些混蛋 骗我的 你们说完大话去害死人 接着还要扮到你们是正义 说我们香港的正常人 或者香港的政府 欠了你们这些黄尸 你们这些叫神经病啊 先说这么多